避世大祠位于耶路撒冷的东北角 它是靠近狮子门 狮子门又称为神斯蒂芬门 因为在《使徒行传》神斯蒂芬的训道 就是在这个门的外面训道 所以又称为神斯蒂芬门 目前由巴基斯坦所控制 从这个门往前面走 就到了避世大祠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有叙述 耶稣医治了38年的摊子 这座池看起来是狭长形的梯形状 长是300尺 宽是240尺 深度又达到24尺深 这个是双子池上面跟下面 从模型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两个池紧紧相连 它是在圣殿的北边 这个是很符合约翰福音第五章所叙述的 据相传呢 这个避世大祠呢 一直到19世纪被考古学家发现了 据专家研究呢 在避世大祠里面呢 含有蕴藏丰富的硫磺 这个硫磺呢 有医治疾病的功用 所以当病人碰到这个水的时候 就得到医治 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天使来搅动水 那这个天使就是在避世大祠的东南角 来搅动这个水 旁边就是圣安妮的教会 里面是充满了天然音响 那这个天使用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